同樣是大家很關注的話題 今天凌晨的兩起地震 又讓我們國家級警報系統的話題 再度掀起了討論 因為很多民眾都說 凌晨明明就感覺到劇烈搖晃 為什麼國家級警報一聲不響 帶來比較一下 這個前幾天 1月27號凌晨的這起地震 規模是6.1 而最大震度出現在宜蘭 苗栗震度都是四級 當天警報連時四發 讓人感覺有點是疲勞轟炸的感覺 但是今天凌晨的這起地震 我們來看到規模也達到了五點七 最大震度在宜蘭也有四級 但是警報根本就沒有想 讓人是百思不解 而信仰局就特別表示 今年才到二月 卻已經有八起規模 五以上的地震 最近不排除會有大地震 7號凌晨一點多發生地震 民眾手機警報就瘋狂響起 反觀九號一連兩起地震 手機是一則訊息都沒有 民眾只能在網路上主動發問 為什麼明顯感受到搖晃 卻沒有通知 那麼就拿兩起地震來比一比 二月七號的地震規模六點一 最大震度在宜蘭有四級 二月九號的第一起地震 規模五點五 最大震度在宜蘭有三級 兩分鐘後又發生規模五點七的地震 最大震度一樣在宜蘭有四級 但是民眾就覺得奇怪了 一樣是四級的地震 為什麼這次就沒有通知 氣象局表示是因為第一時間的 預估震度只有三級 後來將所有記錄重新看過 並且人工定位後才確定震度有四級 這時地震已經結束 所以這次的國家級警報 還沒開始也就結束了